嘿嘿嘿 表示自己聽聽聽中心 大家好 我是Layon 今天來看哥德仁 對上法蘭克人 這套比賽是天梯的阿達克地圖 OK 先來介紹一下 介紹藍方選擇的文明是哥德仁 哥德仁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步兵單位有650的優惠 而且前期吃野豬跟這些鹿群都有吃得更久的效果 哥德仁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步兵 工兵單位雖然有三級射跟三級的工兵鎧甲 但是沒有強弩 戰毛兵的話可以用 馬弓的話也是堪用的 馬弓沒有拇指環跟安息人戰術 所以到了後期 各大人的遠程單位 會比較適合使用這個 火炮跟火槍當作貨牌輸出 會比較適合一點 前排的話還是依舊使用槍兵 各的衛隊劍兵勇士 三色布丁作為主力 更加適合 接下來介紹一下反恩克人 反恩克人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吃果子速度特別快 而且魔防裡的農田科技 是免費贈送的 所以他的經濟來說是非常的好 反恩克人雖然沒有品種 但是天生騎兵就有20%的血量加成 所以總體打起來 反恩克人還是會多多尾類到 騎兵的身上 或者是打步兵 還有槍兵 因為他的戰毛兵 只有二級弓兵開打 還有二級射 所以他的射程也是偏短 也扛不太住三級射的重裝馬弓 或是強武的這些傷害 還是很容易擋不住的 所以反恩克人遇到弓兵的情況下 還是要用弩炮或是火炮 或是用游小 去反擊對方的弓兵單位 會更好一點點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封禁會怎麼打吧 好這邊看到 Hera這名姓哥德仁 哥德仁打法南克人 他的打法前期有這個開稿模式 大家看完我們頻道應該也看習慣了 這個哥德開場拉個一吋或是兩吋 去搞對方路或是豬 都是蠻有效的 之前Hera也是有示範過 但他這場打的哥德仁是走一個正常開局路線 直接推入 然後蓋房子 魔房 三個人伐木 前期沒有太大的一個變化 那反恩克人這邊是早早就挖了金礦 可能是要來打三棒棒嗎 60黃金 挖了10個黃金 然後沒有下軍營 先下來採礦地 那這樣就不是打棒棒了 然後他有下採礦地的話 那應該是打弓兵的 好 軍營這邊有點太慢下囉 可能這個軍營蓋好還不能下射箭場 好 這裡也下一擊伐木 好 射箭場我來補 那凡是Hera這邊 哥德仁打三棒棒 好 那這邊裝甲不一定會投資嗎 可能會 這邊有點極限 但點下去可能會有點斷村喔 這邊Hera想一下 好 點下了 OK 不會斷村 這邊好 我在吃路了喔 兩位不會斷 好 好 這邊看一下三隻裝甲 防守 法輪克 OK 這邊圍得還不錯 後面狗兵已經出來了 整個裝甲投資就顯得沒有那麼有威瑟烈了喔 好 撥命過來 好 推了一下 中間再補一個房子 中間再補一個房子 好 Hera這時候補下射箭場跟兵工廠 準備要來轉出戰毛兵 再來一層 戰毛打工兵 一個正常的封建開局 那這時候反而客人應該要更多的去撒自己的農田 那對方有轉毛病的情況下 自己也跟著轉一些毛病會比較好反打回去了 雖然現在有這個建築的防守優勢 但是只出弓兵的話 很難打得贏毛兵的 好 直接印起劍塔 哇 這邊進來果子直接放棄 反而客人直接轉出了奇兵 轉奇兵的話就不用毛病囉 而且這邊工兵可以繼續按 然後這邊按肉吧 喔 喔 那個箭矢吸引到了很多 TC的工作時間喔 好 這邊裝甲步兵繼續輸出 裝甲砍建築物砍得很快 右邊補了一個新的劍塔 哇靠 HERA直接割著劍塔開稿 最近看到很多頂尖高手玩割的人喔 都不是走一個不尋常的路線喔 不是這種單純的出兵打仗 而是會像波斯啊 或者是一些 圍巾啊 這種文明喔 風箭是在經濟不錯強 或是一些有經濟加成 塔工有加成的文明 好 去做這個 塔工爭取實踐動作 但 哥德人這個文明喔 就比較特別一點 他正常打的話 不會太強 但如果他玩這種開稿戰術的話 其實 就會 增加一些 讓他火刀帝王時代的這個優勢喔 因為哥德人最強的時候 還是在哥德這個帝王時代 210人口 然後爆出大量的 步兵喔 經濟要夠好才可以爆出大量步兵 所以如果前期的遊戲時間增加 然後讓這個遊戲節奏喔 直接進入到後期喔 這確實對哥德人的一個 經濟發育喔 或是 後期的整體勝率會有所提升喔 但哥德人也不是說 升到帝王時代就一定會贏了 所以簡單來說這種開稿流打法喔 是一個 節重型打法 這個節奏帶得好 這個 本人 就不會有太大問題 哇哥德這邊 直接點下了一攻一防 裝甲步兵按到了11隻 完蛋了 11隻 弓兵過來 弓兵過來 但是有毛兵 毛兵 這裡防守 又收掉了一隻 這邊弓兵又毛兵結得很快 裝甲步兵被結掉了蠻多隻的囉 但毛兵還在努力輸出 結果解掉了一些工兵單位 裝甲步兵一直砍好強 但是法蘭克這裡一隻穿命都沒有死 哇 但黑拉損失了所有自己的裝甲步兵 這把法蘭克的工兵打得還不錯 好 好 格德恩這邊的步兵折扣 繼續想要擴大優勢的樣子 現在是25%折扣 黃金斯戴25 城堡30 帝王 35% 25% 就可以出這麼多的嗎 好 好 格德在前方補了一個市集 本來要來靠下黃金買賣 上城堡了 那法蘭克這邊經濟也不太夠上城 右邊這個黃金稍微被控制了 到了左邊去挖黃金 好這邊洛瑪要在外面集結了 我們去騷擾一下 Hera家裡 大家阻止他挖金礦 好這邊順利拆除了魔防 待會要吃這個果子也不是那麼好吃了 好這邊國民過來 村民收回去 拉了裝甲步兵跟毛兵回家 八隻毛兵 OK那如果進攻對方家裡 這邊的進攻應該就會暫時沒事了 Hera選擇了開始伐木 沒有看到這塊野精喔 有點可惜啦 如果有看得到的話 這個野精應該是能吃的完 四個人 好這邊毛兵 防守一下 兩邊準備進入到城堡塞 現在都是用肉馬爭取時間 拿一村可以 哇結果手殺是 Hera 先被拿下嗎 OK中甲步兵繼續追逐 後面村民反擊了肉馬回去 後面村民反擊了 好法恩客人點下了一擊馬凱 毛兵繼續追攻兵 應該沒有太大的打鬥跡象了 好點下了一攻 這邊法恩客人沒有繼續補肉馬 可能沒有要走清奇兵路線 直接爆騎士 是三馬救 Holy shit 這個時間三馬救是非常強大的 但是哥德爾這邊轉的東西是長劍兵 唉唷又殺了一村 Hera這邊直接被抽掉了四村喔 唉唷這邊工兵怎麼鬼祟回來的 哇 哈哈哈哈五村了 第二村有機會嗎 好這邊裝一條步兵 已經變成長劍兵了 長劍兵的傷害壓制 把馬就直接砍爆 好丹克拉這邊在發呆 步兵沒有在直接反擊回去嗎 要趕快打 長劍兵打騎士 10點傷害其實很多 9加110點 但現在騎士的話是3級 防禦 所以近戰防禦是7點 卡因刀都是7點傷害 右邊直接進入村民 增加一下箭矢的傷害 這邊長劍兵已經衝到農田處 開始亂騷擾一波 Hera四個軍營繼續壓 結果毛兵待會要撞到騎士囉 這邊會不會出事呢 完了 騎士solo 7毛兵 Easy 好這邊騎士過來 看一下你在後面幹嘛 那邊你在後面伐木 Hera直接造了一個修道院 然後轉出了4軍營 開載出常劍兵壓制 90C4軍營 這個打法蠻特殊的 貓民拉過來 生旅還沒有出來 剛出來趕快招翔 應該照得到 對手應該沒有時間控這裡 正面還在拆除 外圍的建築物了 射箭場跟軍營 這邊用劍塔射掉了 生旅士吧 哇 可能這邊要趕快轉一些 奴炮 量一下步兵大軍 好這裡一個分推 左邊這裡有點發呆 撞到了城堡 往後拉走 右邊的村民已經被塗光了 現在Hera已經被收掉了9村了 村民差距來到了54村 對上44村 村民差距約為10村了 看來哥德仁這裡經濟有點被拖到了 本來一個封建打節奏 想要延長一下哥德仁活到後期的機率 結果現在好像被打到快沒呼吸了 但是Hera是世界冠軍等級的玩家 所以應該沒有問題 這邊有槍兵防守 有意識到騎士過來 後面趕快圍起來 但有洞 圍一下 OK 騎士想要直接砍掉這棟房子 好騎士走了進來 但後面有重裝長槍兵 還在追 左邊這裡也是 喔現在是三線進攻 馬蘭克這邊的騎士空的還可以 至少做到雙線這件事情喔 他不只雙線是三線 OK那Hera家裡的撲兵就在防守當中 這裡常見兵在門口 蓄勢待發 再等待會可以按 重裝 按這個頭石側就可以進攻了 好這邊騎士好像沒有碰好 撞掉了幾隻騎士數量 右邊騎士也在追逐 兩邊都在做一個騷擾 現在Hera在等頭石車 OK頭石車終於補了下去了 好這邊弄炮串燒 生女招個兩隻 有機會一隻兩隻 哇 生女死前終於招搶到兩隻騎士 反而這一波會一波倒嗎 正面的單位都沒有在家裡 好從這邊再繼續往前 應該可以拿下一台 一台奴炮 喔這奴炮活了下來 好那這邊法蘭克轉出了 指輔兵 看來用騎士有點 沒有辦法打贏這個 龐大數量 哥德的步兵數量實在太多了 法蘭克拉三隻騎士到了後排 攻擊的頭石車 頭石車好像要直接硬砸掉 這裡的城鎮中心 手撕成功 歐拉這邊的進攻打得非常兇喔 好這邊繼續爆砍 好看來這裡是稍微打掉了 神龍心 但馬上又可以補下來 打開了是損失了自己所有的 軍事單位了 好後方補了一個一級農田 3TC也開下了 稍微做一個軍事資源交換一下 反而客人這邊守得有點極限 好以後就繼續按支輔兵了 好 帶一個騎士村民的血量來啦 補一下血量 然後我們就可以趕快來派兵往前 繼續給接放壓力 還是要這邊先點帝王時代呢 想要帝拉的資源量 很快就要到達地龍時代的資源量 這邊騎士過來偵查一下 唉唷 左邊補了一根城堡 右邊有騎士 要來進行騷擾 下面牆壁過來 唉唷又抓掉了一村 反而客這邊機動性還是很好 但川民宿目前已經被 黑拉鼓追了上來 甚至反超回去了 分數現在是82村 對上83村 兩邊都在互相反超 好黑拉這邊買賣一波 點下了帝王時代 來 黑北城堡蓋好 可以趕快撤 哇他反應好快啊 馬上就看到 台插板就看到 慈祥挖到最後一顆 應該是有看到這個哨蛋 居然沒有一隻村民被城堡射掉 好左邊這邊騎士一個帶三個 家裡槍兵要補一下嗎 好黑拉在前線補了一根城堡之後 又繼續補了一些 射箭場 好而且還點下了急射 難道是要打馬弓嗎 好反客人打馬弓 打直撫兵跟縱莊騎士 好像稍微有點有料 當然哥德恩電龍時代打火砲跟火槍 還是比較常見一點的 如果真的要用到遠程單位的話 OK那哥德恩電龍時代 轉出來的東西 有化學嗎 有化學馬上就補下囉 反客人這邊撐時代稍微慢了一些 好手推車也補了 這邊手推車差不多時間補下 右邊的野精也都會發現 好就請投資機出來 反客這邊要開始量產騎士嗎 喔 這邊量產的東西是直撫兵耶 哇 看來反客人 遇到哥德的步兵大軍 還是有所 戒備的喔 防下對方的步兵確實是一個好主意啊 但是遇到火槍的話就不好打 火槍打直撫兵3很高 左邊這裡把小龍蓋城堡 但被直撫兵給打斷的樣子 這邊再重新蓋一根堡 畫面現在槍兵打不贏直撫兵怎麼辦 火槍趕快量產 火槍兵 好這邊重裝藤槍兵 上來 被弩炮串燒傷害一下 哇 直撫兵太強了 直接逼退了Hera 上方的直撫兵還在等待時機進攻 Hera再繼續用城堡 打造新的地基 但是現在正面打不贏城堡蓋下去可能會蓋不起來 好 凡克點下了輕騎兵 還有步兵的三級板架 好 引發技術 化學 凡克突然鬼轉一波生旅戰嗎 好這邊槍兵 過去送掉了 火槍沒有人防守 也沒收村 火槍跟洛瑪互打 哎呀洛瑪居然打贏了 好這邊開始用生女招搶火槍兵 火槍燒掉了三隻 哇這個火槍 很好 找到了一隻 好 這一波生女雖然全部處理掉了 但制服兵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Hera這邊是轉出了火炮跟火槍 護兵單位沒有繼續升級上去嗎 好 左邊法蘭克人也有動作了 在左邊偷蓋了一些馬舅 應該是要從左邊開始暴露馬 去騷擾Hera家裡 好 制服兵上前 想要收掉巡頭司機 被常見兵們打跑 太火槍了 火槍數量也慢慢變多了 法蘭克人接下來會越來越難打 好 但火炮也出來了 唉唷 這火炮 栽刀 用機會把他順利收掉 好 各著直接轉出一個 現代化軍事 火槍火炮 加工程器 進戰單位可能要出一些 重裝強槍兵 或是直接升級兵一下 綁一下對方的弱馬 或是一隻騎士會比較好 好 現在法蘭克人的 指輔兵在家裡 只能瑟瑟發抖 看到對方的火槍數量 開始慢慢堆了起來 十隻 這邊火槍兵一個人 扛住了兩個指輔兵 但是被後面的弱馬給收掉了 法蘭克人現在最大問題是 沒有遊俠 而且 也沒有大弱馬升級 三級弓也沒點 馬拉開也沒點 剛講完就點了 這下趕快點點了 弱馬的騷擾效率才好 法蘭克的弱馬來說 是有點偏爛的 血量甚至沒有巴斯滴性 也沒有修卡利新騎兵 血量來說是跟其他大弱馬文明 是相差甚遠的 好 現在正面的問題暫時沒有辦法解決 黑拉這時候轉出了劍兵有勢的升級 最終 哥德爾還是要回歸到步兵上 OK 地獄是在哥德爾有210人口 黑拉這邊可以再進去按一些村民 應該也是沒有問題 這輪火炮回頭打個一發 右邊的四台巨頭要被收掉兩台了 殘血 還有一台7D走掉 正面之虎兵開始用斧頭反擊 回去火槍 但火槍打直虎兵傷害更痛 全部收乾 法蘭克人正面沒有任何單位可以防守 現在零星的部隊了 好這時候法蘭克人打出了GG 哥德爾這邊已經點下了士氣灌入 這個井噴 待會就可以大量規模生產劍變武士了 那法蘭克人損失了自己所有的支撫兵 待會哥德爾大軍贏進來 就只能打GG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法蘭克人拿到經濟的資源勝利 但哥德爾人是輸了大概只有400而已 還有三勝五 那軍事方面拿到1.1的KD 哥德爾人打法蘭克 果然還是要出火槍火炮 槍兵劍有 還是比較適合打法蘭克人的 好啦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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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